马龙我觉得没有什么过度的语言来去评价他 我认为如果说大家追求完美也不过如此 他的这种精神还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不仅仅他自己做到了他自己要求的 他也做到了所有人要求的和梦想的 这里边他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 所以我觉得马龙真的很辛苦 其实我这几天也一直在想 他取得了这样的成绩 是不是可以让他跟世界说声百百 能够给更多人一些这种机会 但是我觉得他始终有梦想 这个不知道他怎么想 我觉得他各方面应该来说还是一个现役的榜样 是所有人这个榜样 也是体育的一个财富 他应该得到的不仅仅是金牌和成绩 他更多是感染 他感染着这支球队 这支球队的这种一直撑了这么多年 我觉得这个非常不容易 在极其困难的时候我要求球队 也要求自己我们必须顶住 捍卫的不仅仅是几块金牌 而是这支球队的队魂 这个冠军血统还是王者之师 你怎么去展现 特别是面对这种压力的时候 才看你的底气 才看你的基础 才看你的日常里面 打仗恶仗这种精神 重要的是我们真的咬牙扛过去了 我觉得节点 转折的节点 其实在顺颖沙和伊藤那场 但最终的圆满 是女团和日本的对决 和男子接受德国的挑战 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这是一支可爱的球队 这是一支可敬的球队 这也是一支永远让国人自豪的球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